华人工商晚间新闻 大家好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三 美国总统乔拜登就职典礼 以一个请求开场 我们必须结束这场非内战 G.Buzzfeed消息称 乔拜登的就职演讲非常强调团结 拜登在国会大厦的演讲中说 我们必须结束这场非内战 这场红色与蓝色 农村与城市 保守与自由的战争 我们能做到一点 只要我们敞开心扉 而不是铁石心肠 如果我们表现出一点 欢容和谦逊 如果我们愿意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就像我妈妈会说的 就一会儿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拜登在他的就任总统后的 第一次演讲中明确的目标是 缓和紧张的局面 设定充满希望的基调 并让美国人相信 尽管发生了那次国会骚乱 但某种程度上 团结是可能的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几则 总统上任后的行动和导向 首先 拜登预计将全国驱逐禁令 延长至2021年3月 据CNBC消息称 周三 美国总统乔拜登预计将通过一项行政行动 将联邦驱逐禁令延长至2021年的3月份 这是他就职后的首批官方行动之一 驱逐令帮助了数百万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挣扎的美国人 驱逐禁令原定于本月底到期 据估计 危机期间有1400万美国人拖欠房租 除了将驱逐令延长至明年3月 预计 拜登还将要求国会将禁令延长至2021年9月 此举是一长串的动作之一 包括延长暂停偿还助学贷款 重新加入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以及撤销川普政府颁布的多项命令 工资薪水名声大计 随着乔拜登就任美国总统 美国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于1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 在上周的一次演讲中 拜登概述了他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 该计划将向受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 最严重的人提供援助 根据这项计划 拜登将呼吁国会将联邦最低工资 从目前的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 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以来就没有提高过 民主党人可以决定将15美元最低工资条款 从他们可能通过的任何法案中剔除 并试图单独会与其他立法一起通过 不过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密斯说 如果他们这样做 他们需要有50名民主党参议员都同意这项立法 并得到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 虽然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 在一些立法者 活动人士和消费者中很受欢迎 但要成为法律 仍面临许多反对意见 相信看了一整天比较严肃的政治新闻的您需要来点娱乐新闻来舒缓一下 据Fox娱乐消息称 Lady Gaga的表演礼服与饥饿游戏的服装有异曲同工之妙 粉丝们喜欢她那枚大大的金色鸽子胸针 周三Lady Gaga在美国第46任总统乔拜登的就职典礼上演唱了美国国歌 这位34岁的格莱美奖和奥斯卡奖得主 身穿丹尼尔设计的蓝红两色高级定制服装 演唱了这首标志性歌曲 Lady Gaga的服装还包括配套的手套 她的珠宝包括一个象征和平与团结的金色鸽子胸针 以上是我们今日晚间节目内容 很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